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 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 让最慈悲的开示 让大智慧的发育 让具教化的节目 沉浸孩子的深口意 令孩子的成长之路 有佛 有菩萨 有善之士 长相左右 处处关照 欢迎召唤 接下来请收看 爱顾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杀生进步 适得其反 家住乡下的陈小姐 高中毕业后愿望出工作 她在一家食品加工厂上班 每天都要在杀上千条鱼 以用来制作鱼罐头 唉 每天都要杀这么多鱼 真的好累 是啊陈姐 做完这个月我就不要做了 为什么呢 这里的工作虽然比较累 可是薪水还不错啊 陈姐 最近我常常腰痛 睡也睡得好 经常做梦 梦到一群男在咬我的腰 我妈妈说 这是因为我每天杀生而遭到的果报 杀生而遭到果报 怎么 你也信这个 我本来不信 不过现在有点相信了 月底我就辞职了 陈姐 你也趁早离开这里吧 杀生的行业还是不做得好 我才不相信什么杀生果报 而且我家人需要用钱 离开这里 很难再找到薪水这么高的工作 而且这些鱼 本来就是人类的食物 杀死它们 那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过没多久 陈小姐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又红又瘦的像个稻草人般 她再也没有力气工作了 于是只好回家休养一段时间 哎呀 女儿 你看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啊 快 快坐下来休息一下 你的身体怎么会弄成这样啊 我看你得好好补补 调养一下才行 嗯 妈 我听你的 这段时间就不要工作了 在家里把身体养好吧 嗯 心疼女儿的母亲 为了帮她补身体 多次请乡亲捞鞭给女儿敬鞭 乡亲们也表示 如果抓到了鞭 就会送过来 小王 今天没下去抓鱼吗 陈妈妈 你怎么来了 今天还没下去呢 诶 陈妈妈 听说陈姐回来了 你不在家给她煮点好吃的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唉 别提了 我女儿的身体变得很虚弱 我正想弄点有营养的东西 给她补补身子呢 听说这条河里有编 你们如果抓到了 就卖给我吧 陈妈妈 你太客气了 我们哪能收你的钱呢 我们要是抓到了 一定帮你送去 嗯 是啊 陈妈妈 以后只要我们抓到鞭 一定送给你 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当天下午 一位村民就提着一支鞭 送到了陈小姐家 陈小姐的母亲非常高兴 她准备将这支鞭 煮给女儿吃 女儿 你看 我给你弄了个好东西 啊 鳖 鳖可是很补的呢 你去找个大水盆 然后装满水 让它在里面 把肚子里的脏东西 敷干净 嗯 好的 游得还挺高兴的 尽量游吧 到了晚上 你可就没命了 到了晚上 陈小姐和母亲 一起将这支鞭 扔进锅里煮 刚开始 她还没什么反应 当水温逐渐升高时 那支鞭 不停地攀爬着锅壁醒出来 但无论怎么努力 却始终爬不出来 她的脖子伸得长长的 头抬得高高的 多么希望有谁能救救她 哎呀 妈 她还想爬出来耶 想跑 我那么容易 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那支可怜的鳖 就这样被活活地烫死了 陈小姐的母亲 把憋汤端到了桌上 你吃吃看 味道很棒的 嗯 几天后 又有村民送来了一支憋 母亲又将它煮熟了 给陈小姐吃 在那段时间里 陈小姐吃了至少有五六支憋 陈小姐吃了那么多的憋 可是身体却仍旧不见好转 哎 身体也没有比较好 这一天 她又准备煮鳖时 不料却突然看到水盆里的鳖伸长了脖子 头上那两支圆圆的小眼睛 充满怨恨地盯着自己 女儿 你把那支鞭煮了吧 等一下当晚餐吃 好啊 我现在就做 好可怕 女儿 怎么了 妈 你看 妈这憋的眼神 我好害怕 你这么大个人 害怕憋 真是没有出息 你是人 她是畜生 有什么好怕的 算了 你出去休息吧 我煮好了 再叫你 妈 要不我们把这只鞭放生了吧 你胡说什么呢 我好不容易 拜托人家将憋送给我们 让你补身子 你却要放掉它 别胡言乱语了 快去休息吧 嗯 然而 当母亲将煮好的憋 端到了陈小姐面前时 她却毫无胃口 别那双既可怜又恐怖的小眼睛 一直浮现在她眼前 女儿 汤好了 起来喝点吧 啊 拿走 快拿走 我不吃了 女儿 你是怎么了 我不要吃它 我不要吃它 啊 从那之后 陈小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全身无力 五脏六腑像是被火烧一样 非常的难受 四处求医 吃了很多的药 也不见好转 直到有一天 陈小姐在买药的途中 遇到了曾在一起工作学佛的同事后 才知道自己的情形是遭受到了果报 哎呀 陈姐 好久不见呢 是啊 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是啊 陈姐 我们快一年没见了吧 你的气色怎么这么差呀 唉 别提了 我现在的身体非常虚弱 一点力气都没有 而且五脏六腑经常像是被火烧了一般 陈姐 过去我说杀生会遭到果报 你还不信 我认为你之所以会这样 就是因为杀生啊 现在我也有些相信了 或许当初工作时杀了那么多鱼 才让我现在这样受罪 要不然 为什么我不管是吃药 还是吃鳖进补 都不管用 啊 陈姐 你还吃鳖呀 是啊 我妈妈说 吃鳖补身 有一段时间我吃了不少呢 罪过 真是罪过呀 陈姐 你吃动物来补身体是很大的误解 要想身体好 应当受持不杀生的戒律 而不是杀生补身呢 我明白了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是糊涂了 从那以后 陈小姐开始学佛放生 她的病也因此不要而愈 身体逐渐恢复了健康 补捞放生鱼 家住河边的郭先生体落多病 常年吃药也不见好转 直到遇见了学佛的师兄 他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诶 这不是小郭吗 你去哪里呢 师兄 原来是你呀 我去药店买药 怎么 你现在还一直在吃药吗 是啊 这些年我身体一直不好 没办法停药啊 小郭 我看你的身体靠吃药 是很难恢复健康的 为什么呢 你住在河边 从小就经常捕捉河里的鱼虾 日积越累 你的沙业越来越重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国号呢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放生护生 只有广基善果 才能弥补你过去的罪业 嗯 从那天以后 郭先生便跟随师兄一起 学佛放生 而他的身体也一天天好了起来 看到自己身体渐渐康复 这让郭先生更加热衷于放生了 小郭 自从你学佛放生后 我看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健康了 是啊 真是太奇妙了 这段时间 我的身体真的一天天好了起来 没想到吃了那么多年的药 都没有改善 通过放生 却有这么显著的效果 那当然了 善恶都是有因果的 以行善 必定是会辱到善果的 对了 下周有放生法会 也要参加吗 当然要参加 师兄 到时候你再通知我 嗯 好的 放生法会那天 河边聚集了很多前来放生的人 大家要自掏腰包 买了一些鱼虾准备放生 哎呀 你买的这条鲤鱼好大只啊 你看 这条鲤鱼的肚子鼓鼓的 里面一定有很多鱼卵 如果杀害了他 那他肚子里的宝宝也会死掉 所以我买下他准备放生 既救了他一命 也挽救了他肚子里的孩子 在河边放生的人群 引起了附近两位年轻人的注意 他们对即将被放入河中的鱼虾 产生了兴趣 咦 今天这里怎么聚集了这么多人呢 他们是来做什么的 他们是来放生的 放生 什么意思 有一些学佛的人 他们经常带着鱼虾来到这里 然后将它们放进河里 那些鱼虾就这么白白的被放掉 多可惜啊 不如带回去一些晚上夹菜 嗯 有道理 放生正式开始 众人纷纷将桶里的鱼虾奉入河中 这时候那名年轻人 快速地拉起一条大鱼 然后转身就跑 喂 你做什么 快将那条鱼放回水里 真是的 他怎么能这样做呢 算了 随他去吧 这样一来 那条鱼及他肚子里的宝宝 都难逃厄运了 而且那位年轻人也因此犯下了沙业 哎 作孽 那位年轻人尝到了甜头后 便对那些放生的鱼虾动了歪脑筋 他每次都等学佛者放生完 便联络那些捕鱼的人 拿着大网来捞鱼 喂 他们又来放生了 赶快带着大网来捞鱼 那些人真傻 自偷腰包帮我们买鱼 希望他们下次再多放生一些 这样我们就能捞到更多的鱼了 有一天 郭先生和学佛的朋友 又一次来到河边放生 这时 一位家住附近 经常来河边散步的路人 告诉了他们有人捕捞放生鱼的事情 两位朋友 你们以后放生完 最好在这里等一下再离开 为什么 因为等你们一走 就有一些人拿着大网来捞鱼 我虽然不信佛 但他们这么做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们拿钱买鱼放生 自然有你们的道理 他们却到这里来捡便宜 真是让人看不下去 真是的 那些人怎么为了贪小便宜而这样做呢 他们哪里是捡到便宜呀 明明是捞到了一大罗筐的罪账 还欢天喜地的 太可怜了 这样做真的对他们不好啊 会有果报的 嗯 郭先生等人回去后 便从网络上下载了许多 有关放生的功德 以及杀生的罪过等例证 列印了几十犯 第二天发给那些围观的群众 想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他们莫要在下杀手 希望这些势力能够打动他们 两位 看一看吧 嗯 这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放生 那是积德行善的事情 听说有人将我们放生的鱼虾捞走 那样做可是极大的罪业 是要遭到果报的 行恶杀生终有一天 会让自己痛苦不堪的 你们没必要说那么难听的话吗 不过就是捞了几条鱼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何必诅咒人家呢 先生 您不要生气 我们不是在诅咒谁 而是想告诉您 杀生的果报是非常严重的 对 我是有捞鱼 怎么了 你们愿意放 我们愿意捞 各不相干 可是你想过没有 你们捕捞放生的鱼 岁月太大了 抓一条放生的鱼 等于让你自己造下非常大的罪业啊 神经病 我可不信什么罪业果报 哎 几天后的傍晚 郭先生等人又来到河边放生 等到他们离去后 哈哈 那帮人又来捕捞放生的鱼了 快快 他们今天又放了不少 我们快点去捞上来 第二天早晨 郭先生和师兄来河边散步时 发现他们昨天放生的地方围了许多人 诶 师兄 你看那里怎么围了那么多人 是啊 那不是我们昨天放生的地方吗 我们去看看吧 小姐 那里发生什么事了 昨天晚上 河里有人溺水了 啊 有人溺水 是啊 有两个来捞鱼的人淹死了 听说他们平时很会游泳 可是昨晚 他们捞鱼捞到一半时 就莫名其妙地一头栽大了水里 等到大家把他们救上岸 他们早已命丧黄泉了 死因究竟是什么 不清楚 有人怀疑说是心脏病发 有人猜是脑溢血 各种说法都有 杀生遭火爆 你们说的话 真的应验了 两个人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 他们的家人将是何等的悲痛 只为了满足一点点的口腹之欲 值得吗 以断掉悟命之心 恰恰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佛间上讲的因果报应 活生生地现前了 白海教育基金会 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事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志业 自2008年 承接白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 弃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济贫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单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 也都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贿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 身心健康 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 50059824 50059824 护民淮海教育基金会 明镜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生命殿是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公送普门品 大悲惨即慈悲施实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日期7月25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主委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八点半 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念定光如来 持灾除罪四十节 明镜月 释迦牟尼佛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九千兆倍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梁皇宝禅 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共同组法 日期8月9日星期一 至8月12日星期四 上午八点半开始 中峰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日期8月13日星期五 上午八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03989 9319 03989 9319 03989 8686 03989 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来学习佛学的名词 什么是过堂 在佛教的寺院丛林里面 我们认为吃饭防废倒夜 为什么 因为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挑了 这个好吃 这个不好吃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凡夫 我们又不能不吃饭 所以我们把每天的早餐跟午餐称为过堂 我们过灾堂就像是船过水无痕 一样呢 我们只是进去里面用餐 但是我们不吃分别心 不分别菜的好坏 就像是船过一样 我们只是进去里面用餐 而且不起心动念 所以什么是过堂 在丛林里面 过堂就是吃饭的意思 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到 我们对食物不起执着 这就是过堂的意思 我们不吃饭的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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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是冷切经的当机的菩萨 所有的问范差不多都是大会菩萨在问的 大会菩萨为冷切会上的当机 这部经就在南北朝后来啊 原位啊就是北朝的原位 有一位菩提流之法师 三藏法师 他也是从印度来的 北印度的菩提流之法师来中国 在北魏的时候 也翻译了很多佛经 他也翻译过冷切经 题目就叫做入冷切经 没有中间的欧巴多罗堡 题目四个字 入冷切经 不过他的文字多了 十卷 我把它算算了 大概有八万多字 八万多字 比这个四卷冷切多了一倍 不过他有分瓶 十卷分为十八瓶 这是原位菩提流之所翻译的 后来到了唐朝 唐朝的四叉兰陀法师 就是翻译八十法院的 翻译八十法院的四叉兰陀 也翻译过冷切经 题目加上大称两个字 就是大称入冷切经 他的文字比前面的入冷切少一点 有七卷 七卷里面 我曾算过大概有六万多字 六万多字 比起入冷切少了两万多 比起这个